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波 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新海誠的最新作品《靈牙之旅》 從2016年的《你的名字》、2019年的《天氣之子》 再到現在的《靈牙之旅》 這三部作品被外界稱為《新海誠》的災難三部曲 因為在《你的名字》中,先有彗星撞地球 到了《天氣之子》,則是以《豪雨晨哉》為主題 而最新的作品卻是以日本311大地震為靈感 發想了一個女高中生帶著一把小椅子拯救日本的冒險故事 去年底《靈牙之旅》不僅在日本創造了30億台幣的超高票房 更是繼《神隱少女》之後入圍了柏林營展的主競賽單元 受到國際高度矚目 整體來說我們個人雖然還是比較喜歡《你的名字》 但不得不說《新海誠》在議題格局、多元配樂 以及畫面的精緻與震撼度都突破了前面兩部 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找高規格的影廳來欣賞 因為電影才剛上映不久 許多觀眾應該正準備要前往觀賞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將會以為雷的方式介紹本片亮點和彩蛋 也會科普三個貫穿全片的關鍵字 包含《311大地震》、《門與鑰匙》 以及《致敬及卜力》 絕對會讓你在觀影時更能體會編導的用心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靈牙之旅》 高中生靈牙在上學途中 結識了一名神秘的男子草泰 後來因為某個意外 使得草泰變成了一把只有三隻腳的兒童木椅 這兩個不熟識的人 除了要想辦法追上一隻怪貓 把草泰變回人形 更得要四處關閉被打開的災難之門 於是兩人從宮崎前往愛媛、神戶、東京、仙台等城市 試圖在各個廢墟中完成一連串生死交官的任務 觀眾跟著兩人的腳步展開了一場公路之旅 探索著那些真實存在的景點 以及被人遺忘的廢墟 例如建於1929年的神戶舊魔爺觀光飯店 橘心台、舊雨山高地遊樂園等等 都以非常寫實卻又奇幻的模樣出現在電影中 也一度成為日本最熱門的另類觀光景點 而除了新海誠擅長的絕美畫面 千萬也別錯過配音的幾個彩蛋 這次雖然沒有前作的角色客串 但也找來了幾個大咖演員前來配音 像是在《你的名字》裡 扮演麗花龍的《神木龍之介》 到了本片則是飾演男二、秦澤朋也 琳牙的阿姨岩護環 則是由影后《神經會》裡演出 而一直守護在阿姨身邊的同事《剛不忍》 則是由寄生獸的《染骨降態》來演出的 說到日本東北311大地震 大家最有印象的 可能是台灣是全球捐款最多的國家 於是讓我們在過去一直看到 日本民間花式致謝持續十年不斷 所以在這裡我們想要帶大家快速回顧一下地震的後續和影響 這場發生在2011年3月11日的震災 是日本有記錄地震以來規模最大的地震 高達9.1級的震度 除了使得房屋瞬間倒塌、四處爆發大火 更可怕的是接連發生的海嘯 以及福島第一核電廠的事故 最後總計罹難人數高達15000多人 其中將近9成的罹難者是因為突如其來的海嘯而身亡 因為在地震一小時內就出現了14公尺高的巨浪 不僅將沿海地區移為平地 更是將船隻推上陸地 當時的情境有如末日電影 從此在日本人的記憶裡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傷痕 如今十年過去了 新海城有感於下一代的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 這個跨時代的共同創傷 再加上疫情期間在各地發現的廢墟 以及因為害怕疫情導致空曠的都市地景 決定要結合這樣的體悟 來悼念這些秩序的靈魂以及荒廢的土地 事實上,根據公視P新聞實驗室 在2011年的追蹤報導中指出 日本政府為了避免未來的海嘯 建起了一條從青森到千葉 比台灣從頭到尾都還要長的海上防波堤 平均高度高達當年海嘯的14公尺 卻也因此永久改變了東北沿海的地貌 不僅如此,曾經被海水淹沒的農田因為研化 再也無法復耕 許多住宅區也在移平之後往內陸搬遷 甚至離開而成為了停車場 大量的人口外移 聚集到原先人口就相對密集的首都圈 形成了更嚴重的城鄉差距 對於避難災命來說 長年的生活不穩定以及創傷症候群 更是造成健康惡化 以及獨居老人孤獨死的社會現象 直到2020年,根據統計 可能還有至少3萬人處於避難狀態 但即使不是第一線的災區 對那些曾經受到輻射威脅的東京居民來說 也因此變得人心浮動、惶惶不安 而這些現況 都是新凱成試圖透過靈牙的旅程 用比較細膩的方式去呈現給觀眾看的 在這附近的城市中 在這附近的城市中 林牙跟阿姨居住在九州宮崎縣 在鎮上遇到草太之後念念不忘 就好奇地跟著去到廢墟,想要找她說過的門 原來草太是個用魔法鑰匙,四處關閉後門 置身守護日本的關門師 她說後門會出現在人心消失的寂寥之地 也就是城市與鄉村中的廢墟 而在這些門裡面,就是不受到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嘗試 也可以理解為死者或是神明駐留的平行世界 要穿越散落在世界各處的門,才能去到另一個世界 這是不是讓你聯想到神隱少女裡的廢棄車站呢? 至於草太之所以會要到處找門 就是因為有個沒有目的、沒有目標的紅色大蚯蚓 會從後門鑽出 而若它墜落到地面就會引發地震,造成傷亡 這裡的門可以當作是鳥居來理解 也就是防有駐聯神,在日本神社前最常見的人神邊界 我們猜想電影裡面門的設計是源自於神道教的異界觀概念 因為在日本民俗信仰裡 認為神明或靈體來自於另外一個空間 是跟人類世界不同的地方 蚯蚓就是這樣的一個神秘靈體 在日本四處尋找後門,從中來到了人類的世界 而在門旁邊有一塊長得像貓一樣的鑰石,可以鎮住門後的力量 不過在片中因為某個意外,讓鑰石幻化成為了一隻真貓 是男女主角得要找到的重要角色 其實這個後來被暱稱為大神的貓咪 可以把它當作是相信萬物皆有靈的神道教所說的御神體 也就是,原先作為石頭 正好處於親近而適合神明降臨的場所,才成為信仰對象 這也就是為何它非常需要人的關注與敬拜 尤其是靈牙的愛才會變得健康有朝氣了 你知道嗎?鑰石其實真有其事 在磁城縣的鹿島神宮裡,就有一顆被丟滿錢壁的鑰石 因為古人相信地震是由於大鯉魚的翻身引起了不安 所以要用石頭來鎮住鯉魚 像是這顆看起來手長大的石頭 就被傳說是在地底下還要更大 就算要挖個好幾天都挖不起來的鑰石 而姑且不論傳說是否為真 但只要將它共共在神社裡 就可以為浮動的人心帶來安定的作用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跟我們熟悉的食感當有點類似呢? 綜合以上如果把出現在廢棄之門的後門 以及鎮手蚯蚓的鑰石來衍生解讀的話 其實都是辛海誠從日本神道文化中取材 要用來提點人們不要忘記離開的人 過去的歷史,以及默默守護的眾神明喔! 在看這部片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不少彩蛋 再再都讓我們想起了另外一位動畫大師宮崎駿的幾部作品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吧! 如果你也發現了一些,歡迎到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本片的男主角草泰,剛出場時長髮飄逸 但是卻在鎮上四處打聽,作風又神神秘密 讓我們想起了另外一位動畫界的男神魔法師霍爾 尤其是他雙手合十,念咒語的帥氣模樣 如果不說還以為他跟霍爾有什麼關係呢? 另外這部片裡《開門關門的機制》 也意外和霍爾的移動城堡中的四色任意門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知道金凱誠是否有從這裡得到一些靈感呢? 被稱作《大成的小白貓》 引領了本片男女主角踏上穿越日本的旅程 他沿途搭車給人拍照打卡的傲娇模樣 是不是像極樂《星之谷》中帶著葉導文 找到天責聖斯的胖貓呢? 而大成會說話的模樣 也和後來電影裡出現的男爵頗為相像 再加上後半出現的另一隻黑貓 更讓我們聯想到《魔女宅集便》裡的吉吉 這絕對是新海誠為吉卜利的影迷送上的可愛彩蛋喔! 除了有如吉吉會說話的黑貓 是不是還有一首歌讓你覺得特別耳熟呢? 在電影裡,男主角的好友秦澤為了幫忙尋找草蔡 主動開車陪伴林牙和阿姨一起上路 在他展開旅程時所播放的第一首歌 是《鬆韌骨油時》的《用口紅血的流言》 而這首歌原來就是《魔女宅集便禮》 吉吉第一次離家,騎上掃帚用收音機播放的冒險歌曲 除此之外,後面還連續播放了好幾首80年代的流行歌 像是《鬆田聖子》與《河河奈寶子》的代表作等等 跟新海誠之前作品的配樂相較下來又更加復古有趣 也辛苦了神木龍之介,得要裝鷹吃不會唱歌了 不過這次整體配樂與主題曲 還是請到了新海誠的御用樂團Rat Wimps來主導製作 前奏還是一樣超級洗腦!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不知道你對哪些主題特別有興趣呢? 其實我們對於片中呈現的許多多元的現代女性角色也特別感到有趣 準備做更多的解析,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也可以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靈牙之旅》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